9月7日,112岁的台湾老将军王忠泉随团来到河北唐山,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交流,并与当地民众分享长寿秘诀。 而他更是告知当地民众,他一直在为两岸统一努力,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岸统一。 黄浦四期毕业,与林彪同期,已经112岁高龄的王忠泉是台湾中国民众党总裁,同时也是世界上年龄最高的政党领袖。 这个我的生活呢,很规范,这个多吃青菜,对鱼肉很少吃,同时我一个秘方啊,我一会公布给大家作为参考,这个金门高粱加大蒜,就是大蒜是解度养颜获血的一生,用酒精把大蒜的酵母全递到血液里面去,他晚上就在我们血液里面工作,就会看看我的血液,看看我的脸,我没有脑能搬, 就是这个大蒜呢,对我的养生呢,提供了很大的贡献。 王忠泉经常往来于台湾和大陆,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,本次随台湾访问团来到唐山,导人辉豪泼沫,书写两岸共同的文化。 王老先生以112岁的高龄,身体非常健康,思路非常敏捷,就像王老先生说的,双方的这个文化是一脉相承,有共同的根,但是有不同的特点。 活到300岁,这是王忠泉老人的愿望,因为他留恋祖国的秀美山水,沉醉于中华的传统文化,而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希望看到的,就是两岸能够实现统一。 也许是我过来自私的想法,我想一个人,尤其是一个军人,尤其是一个后续的人,我们应该是找到一个历史的定点,所以我现在在两岸统一,回归这个问题上,我是全心全意地在努力与沟通,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完成历史的任务,这是我最大最大的获下来的影迹,获下来的心愿。